第861张废了这个杂碎 在赫林给林云介绍之间 苍延门和雷沙宗双方的气氛已经彻底达到了冰点 林云大概听了一番他们之间的争执 大概就是雷沙宗前不久杀了苍延门不少弟子 而苍延门随后又报复性地斩杀了雷沙宗众多弟子 从而导致雷沙宗和苍延门的人都是怨气十足 动手 突然就听见雷沙宗一名真武镜三重的长老一声令下 然后双方的人终于大打出手了 双方之中最强的都是一名真武镜三重初中期的长老 这两人一出手就无比激烈对碰在了一起 每一次交手都是惊天动地 暴响连连 让人看得惊心动魄 热血沸腾 除了那两名长老的交手最为引人注目之外 六大青年之一的叶峰青和雷豹的交手也颇有看点 两大青年弟子 两人都是到了真武镜二重后期 但他们两人实力相当 一直没有任何胜负之分 轰轰 轰轰 剑场战斗声如雷 以至于周围围观的众人越来越多 甚至就连天空之中都已经是人满为患 这等战斗整整持续了半个时辰 雷沙宗和苍延门都有伤亡 但伤亡的只是宗门内的一些小罗罗 重要人物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因此战斗依旧没有任何接近尾声的迹象 是他们 就在这时 贺林愤懑的声音陡然在凌云耳边响起 凌云就见到此时的贺林满脸布满的盯着远方天空之中的一群人 那一群人一共五人 一名老年男子 三名中年男子以及一名青年男子 不用贺林多说 凌云也知道 这些人应该就是贺氏宗族的人了 而那青年男子无疑就是他们要找的贺千帆 贺林就要气急败坏地冲过去 但凌云却拉住了他 贺林 不要冲动 这里人多眼砸 不宜动手 而且对方实力不低 不是说夺回来就能够夺回来的 凌云劝阻道 据他观察 贺氏宗族一共五人 那名老者乃真武经二重后期舞者 其余三名中年男子都是真武经二重初中期舞者 而最弱的就是贺千帆 他是真武经二重初期 如若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这么动起手来 那对凌云和贺林来说是不利的 毕竟凌云可不希望将自己的底牌就这么亮给所有人看 到时候就算是成功战胜了对方 但等世界山一开启 他和贺林无疑也会成为众矢之地 那样一来 等进入世界山内便会步步艰难 所以在这里动手绝对不是一个动手的好时机 贺林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随后对凌云道 林老大 你说我们该怎么做 我听你的贺林 我们也不用跟他们玩什么虚的 你想办法故意引起他们的注意 然后看能不能将他们引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 到时候我们在伺机行动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林云开口道 好 贺林当即就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摸出了一把弓箭 弓箭只是十分普通的弓箭 贺林直接瞄准了贺千帆 也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 拉弓 射箭 丘 只听见一道破风声 那一箭就朝着贺千帆爆射了过去 但生事一般 距离贺千帆很远的时候 贺千帆他们就已经有所察觉了 随随便便往空中一抓 贺千帆身边的一名中年男子就将那利箭抓在了手中 小心 有人暗杀千帆少爷 贺氏宗族的那名老者神情一变 贺氏宗族的其余几人都是警惕了起来 全集他们的目光全都朝着那一箭射来的方向望过来 就见到那故意暴露在了他的视线之中的贺林身上 是他 他怎会在这里 贺千帆猛的一惊 他可是亲眼目睹贺林被他爷爷贺之锋关了起来的过程 贺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才对 那名老者和其余三名中年男子也同样是目露疑惑 他们都是贺之锋的亲信 也知道贺林被关押起来的事情 就在他们惊讶和疑惑中 贺林却朝着贺千帆做出了一个十分挑衅的动作 那是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这个动作让贺千帆暴怒 因为在之前的族会上 贺林也曾对着贺千帆做出国这个动作 但最后他却被贺林重伤 这口气他一直没有咽下去 若非爷爷贺之锋一时间还无法将贺林身上保体一直到他身上 之前贺林被关押的时候 贺千帆就会直接将贺林弄死了 全老抓住那小子 他竟然能够从爷爷手中逃走 这其中一定有着什么玄乎 贺千帆对身边的老者道 贺千帆没有犹豫 旋即他们几人就纷纷朝着贺林的方向冲了过去 见到小鱼儿上钩了 贺林嘴角掀起一抹冰冷的笑容 下一刻他撒腿就朝着他刚刚和凌云约定好的一个披静长相狂略而去 追贺千帆等人穷追不舍 由于大多数人都在注视着现场雷沙宗和苍严门的战斗 对这番追逐根本没有在意 不久之后贺林终于是抵达了跟林云商议好的一条僻静长相之中 这条巷子鲜少有人路过 正是动手的最好地方 因此到达长相后 贺林就直接停了下来 那本来就要追上贺林的贺千帆等人也全都停了下来 贺林 没想到真是你这个杂碎 说吧 你是怎么从我爷爷手底下跑出来的 跑出来也就算了 竟然还主动送上门来 还妄想来找我报仇 真是不自量力 现在我看你还往哪里逃 贺千帆确认眼前之人就是贺林之后 脸上立即露出了阴瑟瑟的笑容 逃 我有说过我要逃吗 贺千帆 就你这种手下败将 也有资格让我逃 今日就让我们看看 是谁末的逃 贺林神色众人阴沉下来 手下败将四个字深深刺激着贺千帆 此道临头竟然还如此嚣张 你以为你身怀保体 我就真的舍不得杀了你吗 这一次 就算不杀你 我也要挑断你的四肢 让你成为废人 看你以后还拿什么在我面前横 贺千帆怒贺一声 随即就对身边的人道 玄老帮我废了这个杂碎 第862章动手 对于贺千帆的话 那老者言听计从 当即就率领其余三人朝着贺林靠近过去 一边靠近贺林 体内的气息也一边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 感受到那股磅礴的气息 贺林的面上却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畏惧之色 贺千帆 你以为我真的会傻到来送死吗 林老大 其余人就劳烦你帮我拖延一下 至于贺千帆此人 就交给我自己亲自来杀 贺林淡默一笑 看向贺千帆的眼神之中满是杀意 只有亲手了结了贺千帆 方可解他心头之怒 随着他的声音落罢 凌云突然出现在了巷子的上空 冲着贺林点了点头 贺林你就尽管去杀这个叫做贺千帆的狗砸碎就是 至于这其余四人就放心大胆地交给我吧 见到凌云突然出现 贺千帆眉头一皱 玄老四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 但当他们察觉到凌云身上只有真五进一重中期的修为时 他们脸上都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轻蔑之色 哈哈贺林 你也太天真了吧就找了这么一个垃圾帮手 区区真五进一重中期而已 也亏你想得出来 真是可笑 不过想想也对 就你这种被赫氏宗族赶出去的人 能够找来什么人 贺千帆及近地嘲讽笑道 凌云眉头一皱 就这么瞧不起自己 贺林 等一下帮我把他的嘴给撕了 凌云冷冷道 好 贺林体内真五进二重的气息 已经如同山红爆发一般释放了出来 一副不将贺千帆弄死是不罢休的气势 哈哈 你们两个废物就不要在我面前搞笑了 以为就这么耍耍嘴皮子就能够吓唬住我吗 真是愚蠢 想要杀我 你们凭什么杀我 你们拿什么杀我 今日我就算是站在这里不动 你们也休想动我一分一毫 贺千帆嚣张至极 单凭凌云和贺林的实力 光靠选老一个人就足够随便碾压了 更何况他身边还有另外三名真五进二重初中期舞者 凭什么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我们凭什么 凌云戏谑一笑 不光是贺林想要弄死这贺千帆 此刻凌云也对他动了一丝杀心 若非贺林有执念要亲自弄死贺千帆 那凌云等一下第一个就会弄死他 切 装枪做事 贺千帆双手环抱胸前 依旧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但这等架势只是稍稍维持了片刻 几个呼吸后 架势全无 贺千帆脸上那不可一世的表情也被一种惊恐的表情所取缔 因为他见到 在那空中不断出现了一道道体型庞大的兽王 一头 十头 二十头 最后出现了整整五十头 这些兽王全都盘踞在半空之中 映入了他们的眼眸之中 那场面何其壮观 不仅仅是贺千帆 就连贺环和其余三名中年男子也全都被这一幕给震住了 玉兽师 莫非你是玉兽师 贺环神情易景 玉兽师 地位崇高 能够一下子召唤出五十头兽王的玉兽师 玉兽本领那的有多恐怖 这样的人 即使是放眼整个雷州 那都绝对是个大势力抢夺的人才 这等人会是一般人吗 简然不可能 简在我看你还拿什么嘴简 玉兽眼神骤然一冷 此刻光是这个眼神都让那何千帆身体一阵哆嗦 吓了一大跳 贺环 不要跟他们废话了 动手吧 玉兽丢下一句话 随即就命令所有兽王朝着那老者和其余三名中年男子攻了上去 保护好千帆少爷 贺环健壮面色一尘 当即命令道 但所有兽王全都听从玉兽的命令 不管不顾地疯狂朝着他们厮杀了上来 虽然这些兽王都是他们所能够抵抗范围之内的一二阶兽王 但奈何数量庞大 让他们根本无暇去顾及贺千帆 即便是那实力最为强大的贺环 一时间也都无法抽身 因为凌云知道这些兽王无法战胜他 所以就特意弄了十多头防御能力极强 不容易被斩杀的兽王去恶心他 限制他的行动 贺千帆 拿命来吧 贺环看准了时机 立即爆发出气势汹涌的攻势 朝着那贺千帆攻了上去 贺千帆面露浓重之色 见到贺环等人根本帮不了他 他唯有自己仓皇出手 轰轰 贺环和贺千帆的攻势疯狂地交碰在一起 不得不说 贺环的实力比贺千帆高了不止一星半点 几番交手 贺千帆很快就落于下风 贺环一股作气高歌猛进 让贺千帆根本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凌云并没有闲着 他知道这场战斗结束得越快越好 虽然这里较为偏僻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去看雷沙宗和苍颜门的人战斗去了 但时间一旦拖延太久 还是很容易引起众人的注意 到时候引来很多人围观 那可就没意思了 所以 他直接将雷神锤和圣龙齿都拿了出来 然后就朝着赫士宗族那三名真武进二重初中期的 中年男子杀了上去 奸杀了这三人 再全力对付那最强的老年男子 此时那三名中年男子正在那数十头受亡的狂猛攻势下苦苦之称 勉强还能够支撑得住一段时间 在时也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受伤 但随着凌云的出手 却打破了这等平衡 雷神锤 雷光闪闪 圣龙齿 龙威震震 两道天极宝气 将宝气之威淋漓尽致地施展而出 再配合一重巅峰为之奥义的威力和一重初级风之奥义的速度加成 可谓是霸道至极 而且 林云并不是贸然出手 他是选择这三名中年男子在跟兽王交手过程中 无暇在继续出手的那一瞬间出手 可谓是让那三名中年男子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反应的空间 于是一击集中 就这样三名中年男子便是在林云和众多兽王的完美配合之下被一一击溃 碰然倒地之后 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什么 见到三名中年男子就这么死了 那赫玄眉头一蹴 这一刻他几乎也没有任何保留 将他真五金二重后期的强大实力毫无保留地全部爆发了出来 也终于是将他身边十多头兽王纷纷斩杀 第863章斩杀赫千番 见到十几头兽王被赫玄所杀 这一点也没有出乎林云的意料 林云本来也就只是希望这些兽王能够拖延住赫玄而已 如若以赫玄的实力没有将这些兽王斩杀 那才令人奇怪 毕竟这些兽王最强的也就是相当于真五金二重中期武者的实力罢了 林云看了一眼赫玲和赫千番的战斗 由于没有兽王帮忙 虽然赫玲一度处于上风 甚至已经让赫千番受伤了 但估计也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将其彻底斩杀 并不是林云不让兽王是帮他 而是赫玲想要单靠自己的实力亲手将赫千番了结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来试一试真五金二重后期武者的实力吧 林云战役十足地盯着赫玄 在青州的时候 他还完全不是真五金二重后期武者的对手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武道修为已经更上一层楼 踏入了真五金一重中期 而且他也已经将雷交化 林云战和圣龙齿第二道名给修炼了出来一部分 其余各方面也有所提升 他现在未必就没有跟真五金二重后期武者一战的资本 况且现在还有这么多兽王帮他 胜算无疑很大 就凭你 纵然你是玉兽师 今日老夫也要将你抹杀 赫玄见到赫千帆情况不妙 于是丝毫任何耽搁 他并未将林云放在眼里 就可见他又长成拳 拳头之上 力量纵横 拳头还未轰出 四周空气就已经暴响不已 就连那空间都仿佛扭曲了起来一般 拳头一惊鸣成 下一霞就直接朝着林云轰了过来 赤如破竹 恍若惊雷 气势棒驳 拳风赫赫 哪怕就是一名真五金二重中期武者 面对这一拳估计都只有血淋淋的结果 但林云却淡定不已 龙暴神通 雷交变爆发 二话不说 同样是凶猛的轰出了一拳 那一拳看似平常 但蕴含了雷交变的强劲力量 其中的力量丝毫不逊色与赫玄纳略微轻视林云的一拳 拳头迎击而上 丝毫没有任何畏惧之心 砰 两拳骤然相撞 如同火星撞地球一般 沉闷之声赫然响起 但谁也没有占到对方的便宜 两人皆只是纷纷后退而已 但在其余兽王协助攻势下 赫玄后退的距离明显要比林云多了不少 你小子的修为不过真五金一重 但肉身竟然这么强 赫玄惊恶了一下 没有想到林云的肉身强大到了这重地步 以至于他眼中冷意更深 此 牙缝中挤出一个冰冷的字眼 赫玄争分夺秒继续出手 又是一拳 但这一拳他倾尽了全力 丝毫没有再像刚刚那样对林云掉以轻心 是必要将林云一拳击溃 一拳轰出 那一拳之上 立即凝聚出一道巨赫 巨赫遮天蔽日 凶猛无比 崩腾万里 气势汹涌 就那般扑天盖地朝着林云身上轰了过来 震撼不已 这一拳非同一般 乃是一套黄阶下城的拳法武学 就连一般的真五金二重后期武者都得有所忌惮了 雷神锤爆发 颠峰雷之奥义碎片爆发 全脉之力 全脉巨龙爆发 圣龙齿 第一道鸣爆发 林云知道对方这一拳声势不凡 于是更加变得谨慎起来 左手雷神锤雷威暴涨 右手圣龙齿 第一道鸣被激活 然后爆发出巨大的圣龙之威 两道攻势在雷之奥义的加持下 变得异常可怕 然后就与贺旋纳黄阶下城拳法武学重重相撞 咚咚 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陡然之间席卷了整个巷子 惊天爆响 陡然乍响 双方的攻势针尖对脉盲 不断吞噬和侵蚀 最后双方攻势几乎一同爆裂 化为漫天机粉 而一股能量风暴冲击到了凌云和贺旋身上 令得两人的身体都是倒飞了出去 吼吼 但也在这时 其余兽王全都朝着贺旋落定轰击上去 贺旋面色一紧 他心中虽然差异凌云的实力竟然比他想象中的强多了 本以为可以轻松解决 却没有想到差点还让他吃了一个大瘪 此时此刻 见到那崩腾而来的数十头兽王 贺旋身上爆发出巨大的气势 手中更是多出了一道长脊 长脊之上血气翻滚 最后那把长脊就化为数十米高大 朝着所有兽王横扫而来 我看你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圣龙齿 第二道鸣 凌云没有再吝啬自己的手段 虽然这第二道鸣只是激活了三分之一 但威力足以惊人 乍时间 整把圣龙齿上瞬间涌荡起一股黑色气息 那黑色气息不断磅驳 如同寥寥吹烟一般 有着一股狂暴的力量在其中躁动而起 那股力量让四周空气不断发出尖锐的暴鸣之声 甚至连整个巷子的空间都似乎发生了扭曲一般 好恐怖的力量 赫玄面色更加低沉了几分 就见到凌云手中的圣龙齿 如同宣判死刑一般 朝着他的身体重重的砸了下来 当圣龙齿落下的瞬间 一道青黑色光芒暴射而出 仿若在空中凝聚成了一套青黑色的巨龙 巨龙猛然窜出 如同火箭一般 爆发出催空拉朽的攻势 鱼龙战己 杀 赫玄面色大臣 但他也不是吃素的 在挡住了其余兽王之后 他手中长挤狂暴舞动 立即释放出刺目的耀眼光芒 光芒之中 那战己如同一头巨大的鲸鱼一般 重重的与凌云的圣龙齿相撞 东 强强攻势 强势对碰 一股比之前还更加可怕的能量 刚风挤压着空气不断的周围撕掠席卷 甚至周围巷子的怨墙都生生被震碎 扑扑 凌云和贺玄都是体内一阵气血翻滚 最后抑制不住地吐出了一口心红的鲜血 俨然 这番交手 让两人都已经有所受伤 凌云知道 虽然他五道修为教之之前有所提升 但他的手段还没有完全跟上 如若他能够将胜龙齿第二道名拳都领悟了出来 那这贺玄绝对就不是凌云的对手 但即使现在这个结果 那也是对凌云有利的 两者受伤 凌云之后还有大量寿亡相助 无疑就能够占据绝对上风 但也在这时 贺千帆 心仇就恨 今日我与你一并了之 给我去死吧 只听见贺玄一道低贺之声 就见到他手中的兵器已然没入了贺千帆的胸膛 将贺千帆胸膛贯穿 鲜血标射 第八百六十四章很有意思 随着贺千帆一死 贺玄身上杀意暴涨到了极点 这一次贺之锋派他出来 就是专门为了保护贺千帆的安全 但现在贺千帆竟然被人给杀了 这让他回去怎么交差 贺玄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如此残忍的杀害同族之人 老夫定要带你回到贺氏宗族去领罪 贺玄怒不可遏 哈哈 残害同族 你们有当我是同族吗 我之前在足笔之上 明明战胜了贺千帆 整个贺氏宗族的人 也明明只有我觉醒了祖传宝体 但你们可曾将我放在眼里 是谁 赌我雷舟令 抢我参加青年大赛的资格 是谁 将我关押起来 将我折腾得满身时伤 欲要将我祖传宝体剥离 又是谁派人去杀了我父母 并且要对我爷爷等其余家人斩草除根 是贺氏宗族 是你们这些狗东西 如今 你们却跟我说同族 你说可笑不可笑 你真当我贺林是傻子吗 贺林比他更加怒气腾腾 更加悲愤 他千辛万苦努力修炼 终于学有所成 于是满怀希望回到贺氏宗族参加祖笔 他希望爷爷能够堂堂正正的回到贺氏宗族 但他太天真了 这一次贺氏宗族给他狠狠地上了一课 这一课就叫做人性险恶 少说废话 你杀了千番少爷 那你以为你还有活路 贺玄嘴角一撇 身上冷意骤人更加阴寒无比 双眼阴鬼地望着凌云和贺玄 那握着长脊的手臂青筋直帽 一股浩荡的灵力萦绕在战己之上 令得那战己剧烈颤抖了起来 爆发出一道道暴鸣之声 随着战己快速震动 一条数十丈的紫色紫色龙影从突然从战己上飞掠而出 鱼龙战己 鱼龙灭 随着贺玄的低喝声 那道龙影一分为二 四鱼四龙 分别朝着凌云和贺玲的身上暴风而来 贺玲小心 血脉之力 血脉巨龙 凌云知道贺玲恐怕难以抵挡贺玄的这等攻势 于是在提醒了一番贺玲后 同时施展出血脉之力 庞大的血脉巨龙挡在了那攻向贺玲的鱼龙 将其声势吞没了不少 如此一来 至少贺玲可以轻松将其于危抵挡下来 至于凌云 已经毫不吝啬地将雷胶三遍施展而出 整个人化为一道雷胶 雷胶盘踞在空中 狠狠地与那鱼龙相撞 轰轰 一声爆响震动天地 那条铃力化为的鱼龙在跟铃云的雷胶肉身相撞之后 巨大的身形立即炸开 化为无数钢峰席卷四方 轰轰 另一声爆响几乎同时响起 是贺玲将已经被铃云血脉之力吞噬了不少威力的那条鱼龙也给震碎了 与此同时 贺玲如同炮弹一般弹射而出 毫无所距地朝着贺玄暴射而去 暴射而出的瞬间 他将先天道体施展开来 一股道源激荡而出 让其恍若流星划过天际 急速地出现在了贺玄的面前 灵力无比的攻势就夹杂着宝体之威 铺天盖地地就要落到贺玄身上 但贺玲太小看贺玄了 至少光靠他这点本是怎能够奈何不了真武进二重后期的贺玄 就见到贺玄身上气息急速攀升 瞬息之间就到达了极致 旋即一道掌印攻势击破长空 闪电般地将贺玲的攻势击溃 并让贺玲的身体迅疾地道飞了出去 磕磕 贺玲忍不住咳嗽几声 口中咳出了一丝鲜红的血液 但却为凌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一个完美使用雷胶化影斩的机会 杀 那一刹那 凌云庞大的雷胶肢体突然之间消失在了空中 随后化为一道巨大的刀影 那刀影若隐若现 恍若来自亘古 其上激荡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可怕力量 然后重重地落到了那刚刚出手应付贺玲的贺玲身上 这一盏在风之傲义的加持下 速度之快 让贺玲根本就反应不及 再加上他本身威力和雷之傲义融合 怦然落下 贺玲根本招架不住 砰 伴随着一声爆响 就见到整个地面坍塌 那贺玲的身体彻底地陷入了他脚下的深坑之中 嘴里不断喷出心红的鲜血 死 剑撞 一旁的贺玲压制住体内的气血 打算乘胜追击一击了结贺玲 只见他手中的那把长矛兵器爆发出璀璨光芒 一丝道员赋予其上 令得长矛威力倍增 下一剎 长矛重重落下 就要落到贺玲的脑袋上 枪枪 但却还是被垂死挣扎的贺玲使用战机再度抵挡了下来 可纵然贺玲的这次攻势被抵挡住了 但贺玲强行动手 导致他自己气血攻心 伤上加伤 以至于身体上的气息瞬间就萎靡了大半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是颓靡不少 贺玲 你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贺玲手中的长矛再度刺出 呲啦 这一次毫无阻碍 贺玲的脑袋爆裂开来 雪花似箭 就此一命呼呼 凌云老大 多谢 贺玲收起兵器 从贺千番的空间戒指中找到了雷周令 随后却对凌云恭敬地拱了拱手 他知道 今日若没有凌云 他不可能手刃这些让他痛恨无比的人 更没有可能重新夺回自己参加雷周青年大赛的资格 同时 他也深深被凌云的战斗力所震慑 之前 他一直以为凌云只是在预售方面强大无比 五到十力只是一般水平 但此番见到凌云和贺玄交手后 他见识到了凌云的战斗力 他甚至意识到 若是他和凌云动起手来 那个倒下的一定是他 凌云并未在意 而是利用吞天熔炉和吞天血脉 将贺玄和贺千帆等人的尸体全都炼化吸收 炼化完毕后 我们走吧 去看看那雷沙宗和苍颜门的战斗结束了没有 凌云并未停留 率先离去 贺玲见到凌云炼化吸收所有尸体的手段 心底一阵吃惊 他没想到凌云竟然掌握了如此玄妙的手段 而当他回过神来 却见到凌云已经走远了 立即就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就在凌云和贺淋离开巷子后 巷子不远处的一座高楼之中 一双水灵的眼睛却充满了深邃之色 随即被齿轻起 一道如同银铃一般的声音缓缓道出 那个青年真是玉兽师吗 而且真武进一重的修为却可以跟真武进二重后期舞者相抗衡 而且他之前手中拿着的是那把宝器吗 似乎有点意思 不 是很有意思 第865章跟我走一趟 凌云和贺淋虽然刚刚的战斗之中都有所受伤 但这些都是小伤 服下几枚疗伤选单 自己稍稍调息一下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无伤大雅 特别是凌云 在吸收了贺旋等人体内的五道晶圆之后 他的身体就没有什么大碍 再加上他掌握强大的万物复苏绝 如今身上已经毫无影响 而当他们回到魔剑城中心广场的时候 整个中心广场几乎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站在人群外 依稀还能够听见场中打斗的声音 而从周围人群的议论声中 大概可知双方依旧正战的如火如荼 丝毫没有任何胜负之分的趋势 纵然如此 众人却看得并不枯燥 甚至还不断地传出各种惊呼声 毫无疑问 强强对决 这可不是想看就能够看到的 雷沙宗和苍严门这等大势力之间的碰撞 每一次出手对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回肠荡气 精彩无比 他们无疑也看得也是热血沸腾 欲罢不能 呼呼 但就在这时 远处的天边传来一道道破风之声 那破风声非常尖锐 狂暴 光是听声音就知道 来着实力非常强大 果不其然 当众人的视线往远处望去的时候 无不发出惊恶之声 龙马 赤龙马 有人失声尖叫道 龙马 赤高贵的象征 赤龙赤马 高八尺五寸 位落有益 倒水不眉 只有实力强大的势力才配拥有 我们雷州 能够驾驭龙马的也就只有天风家族和落月家族了 难道是两大家族的人来了 众人都是目露惊诧之色 甚至连那正在胶着激斗在一起的雷沙宗和苍延门的众人 此刻竟然全都自觉的纷纷停手 然后一道道目光也随之落到了那不断飞腾而来的龙马之上 嗷嗷随着一道四龙银 又似马笑一般的声音响起 那头龙马最终停在了中心广场的正上空 在那巨大的龙马背上 有着一座宫殿 此时宫殿的殿门缓缓打开 一道道身影从那宫殿内走了出来 当众人见到那些人后 无不露出敬畏之色 这时候贺林立即在凌云耳边介绍道 凌老大 这应该是南帝国的统治者 也就是洛越家族的人 在贺林说话间 又有一名气宇宣昂的青年和一名子发老者 从那宫殿之中最后走出 那青年见眉心目 面如关玉 标准的小白脸模样 他背负一般常见 见未出窍 但凌云却能够感应到 那是一把天极宝剑 骤然间 那青年看向雷沙宗和苍颜门的人神色冷了下来 整个人也如同一把利剑一般 突然给人一种锋芒毕露之感 而那子发老者倒是看起来平平无奇 与普通老者无异 但凌云知道这老者才是最可怕的存在 贺林再度轻声道 此人正是六大青年之一的洛越古真 人称古真皇子 将来心狠手辣 大到蛮横 但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事情 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必定会见雪光 但他还不是最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他身边那名老者 那老者应该是洛越家族特意派来保护古真皇子的 一般情况下几乎跟古真皇子寸步不离 三大势力之一的九星宗其实以前也挺高调的 但就是有一次他们宗门中有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老 做了让古真皇子看不顺眼的事情 那名长老就直接被古真皇子后面那名子发老者给杀了 从那以后九星宗略发低调 而雷沙宗和苍严门的人见到洛越古真也不敢造次 你看现在两个宗门的人不就直接停手了吗 他们就是生怕洛越古真会看不顺眼 从而让他身后那老者出手 听见贺林的话后 林云面色微微凝重了几分 那老者修为大概在什么层次 以他现在的实力也无法一时间看透那子发老者真正的修为 这说明这老者至少都是真武进三重以上武者 而且比当日在青州见到的天鹰帝国的陛下龙战要强 不知道但九星宗那位被他杀掉的长老 修为已经到了真武进三重中期 而且他还杀过不少其余或强或弱的真武进武者 也正因此众人悄悄给了他取了一个名号 杀老 贺林戏生戏与帝达道 似乎生怕那所谓的杀老能够听见一般 总之六大青年弟子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能不得罪最好都不要得罪 贺林补充了一句 世剑山明日一早等天风家族天风穷他们到来 便会开启 如若想要进入世剑山的人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然而那落月古真看了一眼雷沙宗和苍颜门的众人后 却并未跟雷沙宗和苍颜门的人说什么 只是淡漠地丢下这么一句话就继续回到了龙马背上的那座宫殿之中 然后驾驭着龙马消失在了魔剑城中心广 场的上空 是剑山果然要开启 这一次我没有白来 静好我今天来得及时 如若晚来一天 我绝必会后悔终生 看来这一次我们雷州鼎鼎有名的六大青年都有可能会齐聚于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次是剑山的事情怪怪的 剑场众人陡然之间都是兴奋不已 在他们看来是剑山真的开启 那就代表着他们此行没有白来 而且就在明日开启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落月古真一走 人们原以为雷沙宗和苍颜门的人会继续交锋在一起 但所有人都失望了 雷沙宗和苍颜门虽然又对峙了一番 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相互动手 而是各自愤愤离去 似乎都想要为了明日进入是剑山而养精趣锐 对此 众人并不觉得扫兴 这两个宗门的人势必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 等是剑山开启 到时候只不定还会大战一场 见到雷沙宗和苍颜门的人都走了 众人自然也就没有留下来的道理了 一个个也开始纷纷离场 我们也去找一家客栈住下 等待明日的到来吧 凌云也不打算继续停留在这里浪费时间 于是在对贺林说了一声后 他就打算扬长而去 但还未走 一名青年却突然走到了凌云身前 对凌云客气地道 这位兄台 我奉了我家师姐的吩咐 前来邀请兄台前去商议要事 还请兄台能够赏个脸 跟我走一趟 第866章雷州第一美女 见到眼前这名陌生青年态度和气 一脸笑意的样子 凌云不由得眉头一皱 她这才刚来到这魔剑城而已 确切地说 刚来到这雷州不久 在雷州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人 那个所谓的邀请自己商量要事的师姐是谁 她怎会认识自己 她又为何要邀请自己 更重要的是 她邀请自己去商量什么要事 一下子 各种疑问涌上心头 抱歉 我没兴趣 凌云摇了摇头 出门在外 还是得要多长一个心眼才好 可那青年却继续说 兄台 我师姐知道你会有所犹豫 所以她特意让我再带一句话 她说她要跟你商量的事情 只会对你有好处 不会对你有任何坏处 如若这一次你不去 那你将会后悔终生 我 凌云淡淡一笑 却很快答道 既然如此 那也请帮我给你师姐带一句话 我做出的任何决定 从来都不会后悔 更别提后悔终生了 你那青年面色立即就暗淡了下来 她本来也极其不理解 为何师姐会邀请这等看起来 平平无奇的一个小子见面 但迫于师姐的威压 她还是老老实实来邀请了 却没想到 眼前这小子如此不识抬举 庆会 然而凌云只是朝着那青年拱了拱手 就带着贺林扬长而去 林老大 如若我没认错的话 刚刚邀请你的那名青年 应该就是九星宗的弟子 贺林跟着凌云离开 在凌云身边道 那你可知道他们要找我商量什么事情 凌云好奇问道 贺林立即摇了摇头 微微笑道 林老大 我哪知道这些 不过根据我猜测 那九星宗弟子口中的师姐 应该就是六大青年之一的那唯一的一名女子 问止涵 此人自从被封为雷州第一美女后 就向来很少露面 很多人都非常想要一睹她的容颜 这一次林老大没有去见上她一面 确实是该后悔一下 林云文言灿灿一笑 不由得调侃道 贺林 我看是你没有见到那美女一面 所以觉得后悔吧 她拒绝了吗 楼阁之中 一名女子微微诧异的问道 女子一流靓丽的秀发微微飞舞 细长的柳眉 一双眼睛流畔妩媚 秀挺的摇鼻 玉塞微微泛红 娇艳欲滴的唇 洁白如雪的娇艳晶莹如玉 如玉之般的血迹肤色其美 温柔绰约 她就是九星宗第一青年弟子 问止涵 师姐 那小子实在是太不识去了 你邀请她那是她的荣幸 她还真把自己当成一根葱了 之前去邀请凌云的那名青年不爽地答道 火冲 就你这态度 邀请谁估计谁都不会来 问止涵打去地道 师姐 冤枉啊 我刚刚去邀请的时候别提有多诚挚 有多客气了 甚至就差给那小子跪下了 真的是那小子不识抬举 而且师姐 你到底要跟那小子商量什么事情啊 那小子平平无奇 明明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啊 霍冲一脸苦笑道 在她说话的时候 问止涵已经在一张纸上写好了一行字 然后将那张纸条递给了霍冲 对霍冲道 你拿着这个再去找那小子 这一次不用你对她客气 更不用你跪下 无论你怎样招呼她都可以 只要将这张纸条给她 让她看到里面的内容就行了 师姐 真的假的 那如若我打她骂她 对她态度恶劣 以至于她到时候不来见你 你可别怪我 霍冲接过纸条 放心 只要她看见纸条内的内容 她就一定会来的 问止涵却自信实俗地道 这让东霍冲一脸狐疑 随后再度匆匆离开了阁楼 出门去找凌云的踪影去了 凌云和贺临在魔剑城一家客栈住下 然后就一直在房间之中继续修炼 之前跟贺旋的战斗 让凌云明白 只要她将武道手段都提升一个档次 那么她的战斗力绝对可以凌驾于真武进二重后期武者之上 所以 圣龙金第二道明需要继续激活 雷胶体的雷胶化影展需要更加精进 清廉剑诀和法相真身诀都需要尽快将最后仪式 也就是清廉剑阵和青龙法相修炼出来 雷之奥义手段则要开始着手参悟二重雷之奥义碎片 风之奥义也要再接在力往更高层次领悟 除此之外 还有龙武剑爵 血脉之力和祖龙秘术需要强化 任重而道远 至于其余手段 都有点奔于疲态 不太中用了 哪怕是凌云的迷幻魔童之中还有着一些铜树 但那些铜树也已经不够用了 以后凌云如若想要利用铜树 就还得另外寻找其余强大的铜树才行 这一进入修炼 就整整修炼了一个下午 入夜 凌云和鹤临离开客栈 去附近较为火爆的酒楼吃晚餐 保持一顿后 两人就准备回客栈继续休息 但行至半路 突然一道青年满脸怒气的跳了出来 一跳出来就冲着凌云怒喝道 我说你小子一个下午躲哪里去了 让我找了大半个魔剑城都没有找到你 要不是我师姐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我现在就直接灭了你 以泄我心头之火 毫无疑问 此人正是霍冲 魔剑城这几日鱼龙混杂 人多得要命 找个人实在是困难 霍冲本来就对凌云不爽 这一通好找更是让其怒上加怒 此刻终于是找到凌云 怎能不撒火 再度见到霍冲 凌云和鹤临都是心头愣了愣 这家伙是不撞破南墙不回头吗 你们两个看什么看 特别是你小子 这一次最好给我失去一点 马上给我看一看这张纸条内写的内容 如若不看 我现在就弄死你们 霍冲继续吼道 但那种吼叫却并不给人非常厌恶之感 反而让人倍感喜剧 仿佛是在看什么滑稽之人搞笑一般 凌云可以感觉到对方并无恶意 而且她事实上也非常好奇 那位所谓的师姐为何这般执意要找自己商量所谓的要事 所以见到霍冲帝过来纸条 她还是忍不住帝接了过来 然后看了一眼纸条上的字 看完之后 凌云面色微微沉明了片刻 随即便是对霍冲道 带鲁巴第867章一起合作 见到凌云这一次竟然就这么答应了下来 而且还是在她态度如此恶劣的前提下 这不由得让霍冲满脸惊疑 就连凌云身边的贺林也同样露出了诧异的目光 他们都想知道那纸条上写了什么 让凌云如此轻而易举都答应了 还愣着干什么 不是要我去见你们师姐吗 凌云催促道 霍冲终于是回过神来 额头上皱满了疑惑的皱纹 但当即也没有再耽搁 就直接带着凌云和贺林一起前往问指寒所在的那座楼阁 来到阁楼之中 霍冲直接将凌云带到了一个房间 而她和贺林就等候在房间之外 房间之内 此时正有着一名女子 女子容貌娇好 肌肤如雪 乍一看去 清新脱俗 只见她盘腿坐着 在她面前的茶几之上 还有这一架古琴 你来了 先听一首曲子吧 如同音题一般的声音突然响起 但还不等凌云说话 女子那修长的手指就已经放在了琴弦之上 当随着玉手拨动琴弦 一个个音符开始从古琴之上跳动而出 音符起 凌云突然觉得四周一片寂静和安详 窗外本来车水马龙喧嚣故意的声音 虽然依旧顿入凌云耳中 但凌云却仿佛什么都听不见一般 那种琴音有着一种魔力 让凌云此刻好似就真的躺在一片草原之上 呼吸着新鲜无比的空气 望着蔚蓝无比的蓝天 零有武道 零有仇恨 零有爱恨 甚至似乎连她自己都要忘记了 就这么渐渐的越发沉眠其中 越发的内心波澜不惊 就连她眼前的情景都慢慢变得越发模糊 但也在这时 凌云的灵魂深处却陡然颤动了一下 就是这等颤动 让凌云的灵魂意识突然清醒了几分 而她眼前的情景再度变得清晰无比 耳边也再度响起窗外异常喧嚣的声音 这时安魂曲 凌云心头一震 彻底地回过神来 疑 问止寒微微醋眉 她没有想到凌云这么快 竟然就自己从她的情音意境之中挣脱了出来 但很快她眼中又闪过一丝精芒 于是停下拨动琴弦的手 起身缓缓站了起来 她脸部微抬 细腰如柳蒂朝着凌云走到了窗边的椅子上坐下 声音轻饶细腻地道 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趣 有趣 莫非问姑娘执意邀请我过来 就是给我带一首曲子 然后看我有没有去 凌云露出人畜无碍的笑容 凌云知道问止寒的名字 问止寒一点也不奇怪 而是淡淡笑道 若你真的这么容易寝动 我也就无需写下那张纸条了 过来坐下说吧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问止寒满脸笑意地 请凌云去窗边的椅子上坐下 凌云没有客气 坐下之后 将纸条放在了桌子上 只见那纸条上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奥峰家族雷神锤河是剑山的秘密 在下凌云 就请这位姑娘解释一下 这张纸条上的这行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凌云好奇问道 她之所以会来此 就是冲着这张纸条上的话来的 雷神锤 问止寒知道雷神锤 这一点凌云道不算意外 不用想 凌云大概也猜得到 此人之前多半是看到了自己在巷子内跟贺旋动手的情景 也正因此 她才会叫人去三番两次的邀请自己过来 但关键是这问止寒竟然知道这雷神锤跟奥峰家族有关 这就让凌云微微吃惊了 难道正问止寒知道奥峰家族的消息或者下落 至于是剑山的秘密 那无疑也是凌云好奇的事情 所以凌云就过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凌云 你是奥峰家族的人 问止寒审视着凌云问道 凌云果断摇了摇头 你最好不是 否则若是被天丰家族和落月家族知道了 那你将在雷州毫无立足之地 不过 我很好奇 你的雷神锤是从何处等来的 据我所知 雷神锤乃奥峰家族的镇族之宝 早在数百年前 就随着当时 暴峰家族的族长天道雷军一同消失了 自那以后 雷神锤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也是以前在一本古籍上见过你雷神锤一次而已 之前见到你在巷子内使用出来 本来也只是有几分怀疑 但现在你的态度让我知道 那应该就是雷神锤 问止寒目光有几分狡狭地道 你的意思是说 奥峰家族还有后人 凌云追问 不错 奥峰家族虽然没落 但并没有灭亡 如若灭亡的话 这百年来天丰家族和落月家族也不太好 也不会秘密寻找奥峰家族的后裔 欲要将其斩草除根了 所以 我劝你如若想要在雷州平平安安地待下去 以后尽量不要再随便将雷神锤拿出来 问止寒提醒道 多谢提醒 那你可知道 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奥峰家族的后裔 从问止寒提醒凌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问止寒对奥峰家族并无敌意 既然他对奥峰家族有所了解 凌云自然要趁机问一问 问止寒立即摇了摇头 现在的南北帝国 应该没几个人知道奥峰家族的消息 如若你真想知道奥峰家族的事情 或许以后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 谁 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问止寒神秘一笑 然后转移话题对凌云道奥峰家族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 所以如若你有其余问题 等以后见到那个人再问吧 今日我之所以邀请你过来 更重要的是想要跟你商量一下有关于明日是剑山的事情 既然问止寒这么说了 凌云也不再多问 而是淡笑一声 不 不知明日是剑山有什么事情需要雷州六大青年弟子之一 雷州的第一美人如此兴师动众地请我过来商量 像我这种碌碌无为之辈 似乎还没有 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入你们九星宗的眼才对吧 若你是碌碌无为 那我雷州的青年可都没有有为之辈了 问止寒笑了笑 然后直截了当地道 凌云 我又也不跟你拐弯抹角 我之所以邀请你过来 就是希望明日是剑山开启之后 我们九星宗能够和你一 起合作 跟我合作 问姑娘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凌云叹首笑道 这九星宗好歹也是除了雷州的顶尖势力 纵然这女子见到自己有一些玉兽的本领 但也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放低姿态的邀请自己跟他们合作吧 第868章是剑山的秘密 更确切的说 是跟我合作 问止寒补充了一句 此话怎讲 凌云一脸的不解 问止寒笑脸相迎 既然你这个时候赶来这是剑山 那想必也知道为何这一次会这么多人知道是剑山有宝物出事的消息 然后全都一拥而来的事情吧 你是说这枚玉兼 凌云拿出了初来雷州 从那三名壮汉空间戒指中找到的那枚玉兼 不错 问止寒点头道 那你可知 这玉兼为何会出现在各个地方 让各个地方的人知晓 凌云果断的摇了摇头 这也是他之前一直疑惑的 你不知道也正常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这玉兼并非是自然而然出现在各地 他是人为的成果 问止寒道 他的话却让凌云愣了愣 人为结果 那也就是说这是剑山的消息是有人故意传播出去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来 可这是为什么 都说这是剑山中有宝物 按理说如若有人知晓这事剑山即将开启 那应该绝对会死守这个秘密 尽量让更少的人知道越好才对 毕竟人少竞争也少 他们自己所能够在剑山获得的宝物自然就会越多 我知道你在疑惑什么 我也知道你一定想问我到底是什么人做的这件事 我也不隐瞒你 这正是天风家族和落月家族的所作所为 问止寒自行说了出来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凌云实在是无法理解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剑山不是一般的地方 里面有着一个十分诡异的禁制 那个禁制会要了很多人的性命 确切的说 无论是谁进入其中都有可能会死 再不夸张一点说 这一次如若有数万人进去 最后 能有几千人活着出来都是万幸 问止寒说这句话的时候 面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仿佛他对于那等禁制也是非常畏惧一般 问止寒你就不要跟我卖关子了 直接说清楚一点吧 凌云没有那么多耐心猜来猜去 他知道此行是剑山看来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问止寒吞了吞口水稍作成吟随后方才对凌云道 这是剑山中有着一种试杀禁制 进入其中的人所有修为都会归于零 也就是说无论是你之前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但只要进入了是剑山 就会沦为好 无修为的普通人 你要想恢复修为 就只能通过一种方式 那就是杀戮 简单点说 就是杀一个人会提升你一些修为 杀越多的人就会提升你越多的修为 直到你的修为恢复到你本来真正的修为为止 前者的话 让凌云的面色同样是沉凝了下来 他也没有想到这事剑山竟然有着如此尽致 一旦进入其中 所有人几乎都处在了同一起跑线 到时候没有修为高低 谁都有可能杀了对方 而且进入了是剑山后 你不想杀人还不行 因为你不杀人别人也会杀你 只有杀人才会恢复修为 才能够不被别人杀 照你这意思是说 天风家族和洛岳家族也知道这个禁止 他们之所以故意将 是剑山开启的消息传播出去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 然后让他们蜂拥一般进入是剑山 接着再通过斩杀他们来恢复自己的修 唯 凌云大胆猜测到问指寒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得到确认之后 凌云心底微微沉了下来 虽然他没有什么圣母之心 也没有非得要拯救天才苍生的仁义道德 而且武道意图本就是杀伐不断 死伤不断 但现在这么听见这个结果 他心底还是非常不爽 利用宝物出世引诱众人进入是剑山 却仅仅只是让这些人的性命成为自己恢复修为的跳板 这也太残忍无道了 以至于凌云对于那所谓的天风家族和落月家族的印象更是大打折扣 我知道你会觉得这太残忍了 但武道世界就是如此 现在这情况 就算你将这个消息告诉所有人 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 而且就算他们相信 他们也照样会一无反顾地进入是剑山 去寻找里面的宝物 所以就算你不认同天风家族和落月家族的做法 但你也完全没有必要富人之人 问指寒提醒凌云道 凌云痴笑一生 充活两世 他自然不会这么天真 踏上这条路 就注定了杀伐一生 你多想了 我不是三岁小孩 直接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合作 而且想怎么跟我合作吧 我对这个更感兴趣 凌云没有多想其他的 我之前注意到 你是一名玉兽师 妖兽的体魄往往比人类要强悍不少 如若进入是剑山后 你能够让那些兽王出来的话 就算他们的修为也会化为虚无 但光靠肉身想必也能够占到很大的便宜 而且我观察到 你还有这一件空间宝物 那空间宝物既然能够容乃那么多头兽王 想必也能够容纳不少武者吧 到时候说不定也有妙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所有人都认为那是剑山山顶的魔剑是剑山最大的秘密 但其实不然 是剑山魔剑下方的山体之中 才是剑山真正的秘密所在 但那山体之中还有着另一道禁制 那就是有着年龄限制 25岁以下的青年才能够进入其中 你的实力不错 如若你跟我合作 我们一起进入那山体之中 对你我来说都很有好处 而且我还知道是剑山内其余一些情况 可以为你减少很多麻烦 问纸函将自己要跟凌云合作的想法 全都一股脑的说了出来 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的 最后问纸函还自信补充道 凌云稍作犹豫 然后问出了心中最后一个疑问 在我做出决定之前 我想知道是剑山中到底有什么宝物 到底值不值得我这么冒险地进入其中 如若里面只有一些凌云看不上的东西 那凌云又何必浪费力气去冒险 第869章剑种 凌云的话 让问纸函愣愣愣 随即方才回答道 凌云你应该听说过九州五代剑仙和论剑大会吧 五代剑仙论剑大会 凌云一头雾水 真不知道你是哪里蹦出来的人 按理说 以你的预售本领 身份一定不一般 不应该对九州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才对 问纸函一脸纳闷 极其不理解地道 但他还是耐心解释道 在九州之中有着一座叫做剑仙谷的地方 那里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论剑大会 每次论剑大会举办的时候 九州各地的剑道强者都会赶往剑仙谷参加论剑大会 但凡是能够在论剑大会上夺得魁首的人 便有资格进入剑仙谷的境地 也就是剑种之中去挑选一剑宝物 听说那剑种之内有着各种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绝世宝物 哪怕能够获得一剑 都能够让你以后在五道意图扶摇之上 同一个人最多可以通过在论剑大会上夺魁的方式进入剑种五次 也就是说他们要在论剑大会上成功五次夺魁 并且每一次都能够在剑种之中绝世宝物的认可 带走一剑绝世宝物 那这样的人便是背后人称 之为剑仙后裔 林云听完解释后 大概知道了这所谓几代剑仙是怎么回事了 问止涵 你的意思是说 自从论剑大会开始到现在为止 在论剑大会上夺魁五次的人一共也就五人 所以一共是五代剑仙 问止涵翻了翻白眼 一副你的智商跑哪去了的表情 然后再度解释道 不是夺魁五次的只有五人 而是夺魁五次后 五次都在剑种之中获得了绝世宝物之人 只有五人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那这么说 眼下这座事件 难道是跟其中一代剑仙有所关联 林云猜测帝问道 问止涵会心一笑 当然 有传闻说 这十件山其实就是第四代剑仙百年归隐之后的住所 因为第四代剑仙性格桀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没有弟子 所以他身上的好东西多半都会留在这里 甚至他当年在剑种所获得的那五件爵士宝物 也很有可能留在这十件山中 此次很多人来此就是为了那五件爵士宝物 五件爵士宝物 到底有多爵士 该不会只是什么鸡类宝物吧 林云故意这么说 就是想看一看这问 只含知不知道那宝物具体是什么 听不见宝物的名字 光就这听说里面可能有什么 让林云的兴趣没有那么浓厚 林云 你可真会说笑 剑仙谷可以说是剑道武者的圣地 里面的东西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而且我听闻 这第四代剑仙 在里面所得到的最珍贵的宝物 是一个叫做剑种的东西 不过我对剑道知道的不多 所以现在还并不太清楚那剑种到底是什么 问止含回答道 剑种吗 林云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精芒 所谓剑种就是剑灵的本体 用在宝器之中 只要孕育出剑灵 便可以让宝器变为圣器 以大概念来划分兵器等级 那兵器就分为普通兵器 宝器 圣器和神器 之前林云所使用的兵器都是属于宝器范畴 无论是灵级宝器 玄级宝器 真宝级宝器 地级宝器 以及天级宝器 这些都是属于宝器 而宝器之后才是圣器 圣器 圣器已经可以算是具备了生命 是一种生命体的存在了 其中 圣器和神器都细分为九品 林云前世的龙五剑其实就是六品以上的神器 只是龙五剑随着林云自爆也已经陨落凡尘 如今林云也仅仅只是找到了四分之一碎片而已 而碎片之中的剑灵却异常虚弱 自从林云得到后 就一直陷入昏迷之中 此刻 听见剑种的那一刻 林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自己手中的四分之一龙五剑碎片 如若能够得到那剑种 就很有可能将龙五剑碎片中的剑灵唤醒 让其帮自己找到其余的龙五剑碎片 继而重新铸造出龙五剑 龙五一出 水雨争锋 在前世 林云打造龙五剑的时候 耗费了不少龙族宝物 并且进入魔龙之地 耗费了整整十年时间 才找齐了各种惊世骇俗的材料 一旦中注 龙五剑再现绝世神兵光彩 林云借助他种归神界 无疑更是指日可待 这是剑山 值得一去 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要去试一试 那剑种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恍惚间 林云又想起了前世 将龙五剑打造出来那一天的情景 夹光万丈 震荡八方 龙有九天 五动天下 故而取名龙五剑 也是在龙五剑打造成功的刹那 剑灵也随之而生 然后如同牙牙雪雨一般 在林云的耳边轻轻地叫了一声 主人 那一道声音哪怕是历经两世 林云都未曾忘却 一切恍然如梦 于是 林云很快就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问指寒 我答应你 此次是剑山一行 我跟你合作 听见林云最终答应 问指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银牙背齿 轻轻咬动 银银般的声音再度响起 林云 我敢肯定你的这个决定绝对不会错 以我们两人的实力 只要我们两个联手 或许再是剑山内碰 到天风穷和落月古真他们 或许也有一战的资本 对了 你为什么就没有想过找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合作 好歹你们也并称为雷周六大青年 林云细谑道 那些人一个个高傲无比 岂会跟我合作 除非另外那个人到来 可那个人是一定不会来的 所以 就祝愿我们两个合作愉快吧 问指寒随意一笑 那个人 是指之前赫林口中那个不知身份 不知实力 名为圆领的家伙吗 难道那圆领跟着问指寒很熟 但林云没有多问 只是复之一笑 合作愉快 林云为了庆祝我们达成合作 我将弹奏一曲 我知道你的灵魂有点强大 可以不受我的琴音所控 但这一次我希望你不要再有反抗 就静静的沉浸在我的琴音之中 因为这也算是为你明日进入世界山做准备 否则以你现在身上就有着如此浓郁的杀戮之气 等进入了世界山 经过那等杀法 你的心智恐怕很容易会受到杀戮的影响 第870章 你有没有想我 林云身上确实杀戮之气太重 这也跟他这一世踏上武道后 一路杀伐不断有关 而且早在江氏王朝那一次考核大殿考核的过程中 林云就知道自己的心魔是仇恨和杀戮 若是正问指寒的琴音真的能够让他的心魔得以平静 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哪怕没有用处 在这喧嚣的魔剑城中 能够听为周第一美人给自己弹奏一曲 那也是极好的 那就开始吧 林云静气凝神 缓缓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问指寒见状 脸上绽放出一簇美艳的笑容 随即妙曼的身姿在古琴前缓缓坐下 修长的手指就轻轻的落到了琴弦之上 随着他的手指不断游走 美妙的琴音缓缓而起 琴音婉转悠扬 如同木古城中一般 让林云很快就徜徉在了一片静谧之中 这一次林云没有任何反抗 就这般享受其中 渐渐的四周开始没有了任何声音 林有喧嚣 林有吵杂 林云好似忘却了所有 但就在这时 琴音陡然激昂了起来 这等激昂让林云骤然热血沸腾 林云发现自己突然出现在了一片战场之中 这是一片尸横遍野 雪流成河的战场 场中不少人正挥舞着兵器疯狂厮杀着 那等厮杀让林云亢奋 让林云双眼变得心红 抑制不住的 林云竟然捡起了身边一把鲜血淋淋的长刀 然后义无反顾的朝着所有人杀了上去 大刀挥舞而出 一道道身影在林云面前倒下 但没倒下一人 林云就会畅爽一分 心中的热血就会激昂几倍 爽 太爽了 杀 尽情的杀 林云彻底沦为了杀戮的机器 疯狂地陷入了杀伐之中 突然 秦英又急转直下 变成了七万和哀鸣 整个世界倾刻间没有了丝毫生机 周围残垣断壁 狼烟四起 到处都是悲鸣之声 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 天地之间满是血腥的味道 世界也已经变成了暗灰色 周围一群老弱富如抱着那被林云斩杀的尸体 哀声痛哭一声声对林云的指责和谩骂不断而起 林云望着这一幕 神情一致 之前杀戮带来的畅爽此刻变成了一种厌恶 他身子情不自禁地不断后退 手中沾满了鲜血的大刀掉落在地 发出清脆的铁气声音 他满心后悔 内心遭受谴责 充满了无尽的愧疚 他奋力地逃跑 他想要挣脱这一片杀戮的世界 终于 琴音变得欢快而安详 林云眼前画面变幻 那是一片祥和的村庄 吹烟缭绕 小孩子在屋子前尽情嬉戏玩耍 大人们在老树下相谈甚欢 夕阳西下 青山绿水 共长天一色 好一片安详 林云心中负面的情绪慢慢退去 躁动慢慢平和 安稳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 心中满是安逸 甜静 舒坦和美好 当一道刺耳的琴音将林云拉回现时 望着眼前的问指寒 林云一时间还完全没有回过神来 但他的心境却完全不一样了 恍若心灵经受过一次洗涤一般 确实受用无比 问姑娘果然情记过人 多谢 好一会后 林云方才露出人畜无碍的笑容 然后冲着问指寒拱了拱手 是吗 如若我的情记真的过人的话 那之前你也不会轻而易举的从我的情音意境之中挣脱出来了 问指寒俏丽一笑 明日见 林云并未再多说什么 转身就推开房门 和和林潇洒离去 望着他这般离去的背影 问指寒的脸上却微微一宁 这小子真是让人看不透 不带灵魂强大到变态的地步 那沉稳的言行举止也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人 而且从进屋到离开 他除了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之外 目光就再也没有在我身上多停留过一刻 莫非在他眼里 我就这么难看吗 和和林一起离开楼阁后 林云并未急着回自己住的客栈 而是跟和林去了一次魔剑城的药材店 既然大概知道了进入世界山后会面对什么 那林云自然要好好准备一番 太以暴灭丹 这就是林云打算准备的东西 等进入世界山后 舞者和妖兽的舞蹈修为都是归为零 但这丹药的威力总不可能也归为零吧 虽然舞蹈等级越低 使出这等太以暴灭丹的威力也会越低 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由于只有最后一晚的时间 林云也是抱着能练制多少就练制多少的心态 所以她这一次只是购买了十份药材而已 别以为十份很少 要知道上一次林云在青州的青年大赛前 也练制过这等太以暴灭丹 那一次她可是耗费了十来天的时间 才练制出了20枚 当然之前之所以耗费那么久的时间 并不仅仅是这太以暴灭丹难以练制 更多的是当时林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练制上而已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林云练制速度自然会上升不少 再加上林云这一次打算全力以赴 一夜如若能够练制出十枚太以暴灭丹就确实不错了 所谓有志者是进城 一夜匆匆而逝 林云不懈努力 没想到还真的炼制出来了十枚太以暴灭丹 魔剑城就已经开始热闹了起来 众多舞者已经纷纷动身前往事件山下那片空地上等待了起来 以至于太阳刚升起来 空地上就已经人满为患 在贺林的催促下 林云和贺林同样是早早的来到了空地上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雷沙宗苍延门和九星宗的人不久之后也全都相继赶了过来 他们三个势力一出现在空地上 皆是立即引起一阵骚动 特别是问志涵出现时 现场几乎所有人火辣辣的目光都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林云并未上去和问志涵打招呼 他可不想还未踏入事件山就成为众矢之地 毕竟 红圆或水这个成语有时候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问志涵可不这么想 他似乎生怕众人不知道他认识林云 就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林云面前 并且暧昧地笑道 林云好久不见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我 林云好久不见 林云好久不见 林云好久不见